這個圖是現在畫馬達的圖 一樣判斷 電流左邊是正 右邊是負 跑上去看它那個半極裂環的樣子看它怎麼流 原來電流這樣子流 然後從直裡面往在上方 從直裡面往轉外面是出來 所以手一筆大拇指朝右 所以右邊是N極 N極要互相怎樣 排斥 所以趕走 所以怎麼轉 這樣子 是不是中轉 然後轉四分之一圈 變這樣 一樣左邊電流流進去 晃到直邊環繞繞繞 現在變成 看起來電流朝上 看起來電流朝上 然後呢 手一筆 手一筆 在下方電流式跑出來的 手一握 安培右手 大拇指在 左邊 所以左邊是N極 N跟S要互相吸 吸過去 所以 是中轉 再轉四分之一圈 一樣 比電流 安培右手 安培右手 N跟N要互相 排斥 趕走 四分之一圈 再四分之一圈 一樣 電流 手 安培右手一筆 N跟S要互相 吸 四分之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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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知道 他的四分之一圈還是 第四分之一圈 OK 這是新的 馬達化成這樣 一樣 判斷他的四分之一圈還是 逆四分之一圈 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 MS半圈圈都換過來 不換過來 不換過來就吸住 就不會動 不換來就吸 就不會動 所以 每半圈會換一次 因為電流汗 會換一次 從流進面流出 所以會換過來一次 OK 王老師的動畫 這個叫做 安培右手定者 然後呢 這裡有個磁鐵 如果是這樣子 轉半圈 就吸住了 就不會動 所以我要換一次才可以 要換掉 就是靠這個極電環 讓它換掉 讓它可以換掉 然後 讓它可以換 然後 我們來裝一下 裝起來 裝起來 就發現 你看他的AS 每半圈就會換掉一次對不對 中間其實有個洞 碰到那個洞的時候 其實是 沒有電流的 沒有電流的時候 其實是有沒有受力呢 沒受力 那為什麼會轉 慣性 上面有血 慣性衝過去 慣性衝過去 所以 就這樣做 那麼 如果把這個 綠色 就變成電風扇 就變成電風扇 讓電風扇會轉 就這樣做 OK 如果是像剛才那樣子 只有一個線圈的 在轉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受力大小會跟角度有關對不對 所以它會角度它的力量會忽大忽小 那就麻煩大 推東西 砰然後沒力 砰然後沒力 所以實際上做的時候像這樣 有好多組線圈 一組力量大的時候另外一組力量小 換成我力量好的另外一組力量會大 它就會均勻的受力 所以實際上是長這樣 這樣子 至少有三個在那邊 它能夠受力能夠會均勻的 可以均勻的 好請問你 簡單小問題 剛才講過了 假叫做什麼名字 假的名字叫做什麼 我講過有人會考 我講過有人會考 三四 極電環請坐 你說極電環喔 你說極電環 請問你 這個圖會順時中轉還是逆時中轉 這張圖會順時中轉還是逆時中轉 這張圖會順時中轉 我看不出來 帥哥美女 這位美女叫做 十四號 順時中轉請坐 他說叫做順時中轉 電流降流 正極出去碰極電環繞下來 安培右手比 恩跟恩要互相排斥 所以怎麼轉 四十鐘轉 所以答案叫做 謝謝 那這剛才講過的話 請問你 他每多少圈會轉換電流一次 十圈 好答案 轉十圈換電流換方向一次 這方法 這個說法不錯 二五 四分之一千 四分之一千 好請坐 四分之一千 恭喜你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請問你 這些東西裡面誰有馬達 這些東西裡面誰有馬達 誰有馬達 這題實在太簡單了 我們才一位 啊 誰有馬達 誰有馬達 請坐 都有請坐 都有 都有 只要通電之後會轉的通通都會喔 馬達 所以答案叫做 都有 答案都有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起來課堂練習